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那麼台北古日今天做一個休息 其實這兩天的行情就是在交代一件事情 其實我在30號已經跟各位預告 我說這幅行情它要上來了 可是問題是上來會到哪裡呢 上來我直接告訴各位 目標就是先看到月均線 隔天31號 我還是告訴各位目標就是先看月均線 所以你看到了 這個行情自從我們看一下K線 自從加權指數真的讓你看到月均線之後 來 這是加權指數的綠色這條是月均線 30號的時候在這裡我就跟你預告 這一波行情要上去了 上去會先到哪裡 先到月均線 到了 怎麼辦 到了你可以發現 從這天開始 昨天到今天 基本上它就是沿著貼著這條月均線 在這邊做修正 拉回收高 拉回又收高 今天又拉回 慢慢又收了又收腳 沒有像昨天前兩天那麼強 原因主要還是在於 今天的觀望氣氛是稍微濃一點 畢竟美國的一個其中選舉 在加上 蘋果的一個對於 大家對蘋果後世的一個疑慮 導致台灣以蘋果的一些產業鏈來說的話 影響當然是比較直接 所以今天的行情 所以今天的行情 基本上 就做一個修正 可是問題是它是一個合理的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講過 來到這個月均線 本來就是這樣走 接下來呢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接下來 最好是拖時間 拖時間 就是 會讓整個 10日均線 跟月均線 有機會 在這裡做一個 黃金交叉 那如果你只要回來修正 不要破10日均線 基本上 都算是 非常非常 OK的 沒有問題的 所以接下來行情呢 你就看喔 拉回可以 沒有人說拉回不行 現在很多人很奇怪 看到指數拉回就說 完蛋了 不行不行 這個行情怎麼樣 沒有人 規定指數不能跌 各位 他來到月均線 本來就要尊重他 修正一下 那修正下來 關鍵就給他 你要給他條件的嘛 怎麼樣的修正是可以接受的修正 10日均線不能破 10日均線不破 他會用橫向的一個上下曲線的方式 拖時間 時間一拖長了 對多頭是有利的 對多方就有利 可是在此期間呢 量不要放太大 修正結構裡面的量 千萬不要放太大 那今天最後的結果呢 成交量並沒有明顯放大 成交量最後只有1100億 所以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今天的黑K 它並沒有帶大量 所以你不用擔心 那 條件就給他一個10日均線 不要破就好 那橫向拖時間之後 耳後 就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機會上去 好 那問題來了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現在怎麼做 對 所以現在告訴各位啦 所以我每一次操作我都告訴各位 我絕對是找那個已經拉回了 我認為可以了 我們就出手 他耳後會有話題 那我針對他耳後會有話題的標的 我們再等他買一點 所謂的話題 話題標股班 其實 在我自己的投資朋友 我來了 基本上我報 我報買一點給你 基本上我都會 鼓勵各位 如果你資金大概在100萬以內 200萬以內的話 我多常在介意你 就用100萬以內的資金 去買某一檔就好 去買一檔 那當時當下我通知你那個標的 買點到了 你就去買 就100萬資金去買就好 你不要買多 我強調 操作 你真正能夠賺到錢的人 他絕對不是手上 滿手持股 真正會賺錢的人 他就一次 我就等 這個標的有話題 話題目前都沒有人在熱炒 耳後他有什麼樣背後的故事 就是我講的 話題標股班 我挑給各位的標的 這一度以來 每檔標的 我用最實際的案例先給你講 你看這個標的 今天打跌停 問題是 我在跟你講預告的時候 根本沒有人在討論 那後來我們賺到錢了 我們走了 一堆人一窩蜂在喊進 今天撒跌停 那你看那你要怎麼講呢 所以我常講我說輸贏輸贏 其實在做股票所謂的輸贏 其實從頭到尾你看節目 你要看的是他的做法 這個人的做法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對的做法 你面對什麼樣的事況什麼樣的行情 你絕對都是可以獲利的 你最後絕對是獲利的 我鼓勵各位來這邊就做一檔就好 而且那一檔你不用頭痛傷腦筋說要做哪一檔 我會告訴你 對不對 我說你們撥電話來 你說你要預約買點 你要預約買點 對 你要預約買點 我說我都歡迎你 因為是我主動邀請各位來預約買點 對不對 好啦 預約買點 尤其前五名我還 我堅持 我要來親自通知你去買 因為很有把握確認的事情嘛 那你來了我要跟你通通電話 前五個名額 我要你鼓勵你 你要去做 然後呢就是這一檔 一兩百萬你就買這一檔就好了 我鼓勵你這樣做 因為這一檔股票我帶你 而且我們也會通知你 買點之外 也會通知你 何時可以獲利下車 所以當你獲利下車得到通知的時候呢 你靠一檔股票 賺幾十萬 你手上沒有其他標的喔 就那一檔 然後呢 進了之後呢又獲利下車 進跟出都通知 所以我說我們專做一檔嘛 你來預約買點 那買點到了我就通知你 因為我們要預約買點 就是告訴我 我不是天天在買股票的 股票的買點是等來的 有話題的標的 我們會追蹤它 可是追蹤它不是說我馬上就要亂買啊 不是 它會有買點出現 到了我就通知你 而那個到了那個買點 往往都是拉回之後 出現的買點 所以第一個 我們是拉回之後承接的 所以很安全 第二個它 它背後的題材故事我們都知道 額後會有什麼話題 有話題股價才能夠拉高上去 才會沿途吸引買盤 所以 一路拉高上去 然後我們又會通知你獲利下車 所以 所以我鼓勵各位 你現在來預約買點 我有把握 我們絕對可以幫到各位 至少 你現在的 困境 我先把你拉一把上來 對不對 很多人最近已經很久沒有賺到錢了 這個困境先突破上去 先靠一檔股票 你先賺了幾十萬 先賺個六位數獲利 放口袋 那才叫真實的獲利啊 你看這個標的 有沒有 我拿照片給你看 10月22號 23號 我上節目 我告訴你說 你看這張照片 它代表什麼 代表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正在爭人 這麼多人在排隊 整個大廳擠爆了 為什麼 因為 這家公司 它背後是什麼 有話題的 它背後是有話題的 我說這家公司 我剛才跟你先預告了 Apple手機要進入5G時代 台灣有一家公司 可望取得認證 那成為在台灣的唯一供應商 那沒有人知道吧 新的題材吧 未來會不會話題 對不對 這才會漲嘛 那哪一家公司 我說我研究員都親自到公司拜訪 我拍給你看 哪一家公司 後來呢 我講完之後 有人來預約買點的 我都通知了嘛 那前五個名額 我也親自通知了嘛 到10月30號 漲停了 加聯益 有沒有 漲停了 問題是10月2223 我在節目中預告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10月2223在這裡 所以我預告完之後 你們來之後 我們就等買點了嘛 對不對 它是不是修正了 對啊 那修正下來了 我親自通知 是不是拉回 才買進 那是不是很安全 然後上去 漲停 幾乎兩天兩根漲停 對不對 這樣多少 這樣的兩百萬 四十萬 一百萬呢 也有二十萬 我親自通知 你買一百萬你就賺大概二十萬 你買兩百萬大概賺四十萬 來不及我親自通知的 有得到 得到指示通知的 一樣都賺嘛 對不對 一樣你都賺 因為你們都是買加聯益嘛 來 四十二萬 有沒有帶你走 是不是可以先拿到 先放口袋 我節目中常常講 我說所謂的獲利啊 我們節目中所講的是 真實獲利 不是獲利 我要講的是真實獲利 所謂的真實獲利 為什麼我要強調真實獲利 因為真實獲利代表說 我帶你進但是我會帶你出 我真的有帶你出了 你真的放到口袋 兩天後你刷布紙 真的 錢增加了 那個叫真實的 入障了 才叫獲利 否則其他所有的 你看面所有節目跟你講的 談的所謂的獲利 都是紙上富貴 你沒有實現 你沒有把股票獲利調節 那 你賬戶的錢沒有增加 基本上那都不能夠說出到真實獲利 所以我做節目我不是跟你玩文字遊戲 數字遊戲 我們講真實的 從進 到初 然後你進你怎麼樣情況進 拉回 針對有話題的股票 拉回的買點 我帶你買在話題 引爆之前 對不對 好啦 這幾天拉上去了 哇開始有很多人有沒有上禮拜開始拉上去之後很多人跟你談論加聯益如何加聯益好 加聯益怎麼樣怎麼樣 加聯益 太好了 趕快去買啊買了一堆 買了一堆 我在獲利下車 一堆人在買加聯益 所以 他們的意思是說我們看不懂 對吧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在賣了 然後你們開始買 對不對 那所以到底是誰看誰看得懂誰看不懂呢 我會在這裡買的人 我在這裡賣 那你覺得在這裡買的人 跟我們相較 誰是看得懂的 誰真的有真本事在操作的 操作行情啊 現在這種大凡這種事況啊 能夠在這種事況一樣賺到錢的人啊 那真的是 我講真的是 我不是我自己在 我們在自吹之類 是真的有真本事啦 你真的有 你就是 你就是有本事在這種行情繼續賺到錢的人 那才是能看得出來 這個團隊 這個團隊到底有沒有真本事啊 所有的功勞 不要說我一個人懶 我們這個團隊 真的有這樣的本事 我底下研究員 底下的客服人員 所有的人員 我們這個團隊 在這種事況 我一樣讓我的客戶賺到錢 所以功勞不是我一個人 我們就是有這種本事 那 當然啦 研究員 真的親自call公司 真的 跑公司 我拿來給你看 那未來的話題題材我都先跟你預告 好啦 預告完之後 然後呢我就告訴各位說如果你想要買這個標的的話 怎麼樣 如果你對這個標的有興趣你想買的話 那麼請你就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你就 花個電話費 對不對 你來預約買點 買點到了我就通知你 買點到了 我就通知你 預約買點是因為我在講當時各位 我還沒有買啊 我在這裡講的啊 所以你來之後你要來預約買點是我們出手之後 你就得到通知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叫預約買點 我不是跟你說啊你今天不是電話明天馬上進場 不是喔是預約買點 有沒有 股票操作是這樣子的 你有規劃的 那前五個名額呢 那我就親自通知 對不對我就親自通知 有沒有 那我給你什麼樣的標的呢 就像我節目中所講的 我說你不用買多 在我這裡不要買多 你就一檔 你來的時候那個預約的那個買點 到了我就通知你 你就買那一檔 你就買那一檔 因為我給你的是什麼 話題標股 我們專做就是有內容的 有故事的 有料的股票 未來上去會炒話題的 這個 這種股票 有話題有故事有內容的股票 未來漲上去才會吸引買盤 當然他能夠吸引買盤的時候股價才能夠向上推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在 話題 引爆之前 你要先買 我們一次一檔 你有本事這樣做你就一檔就好 你不要買多了 你要集中把你資金 你的資金可能有限 所以你要更要集中 針對那一檔操作 那一次操作 好好的賺到幾十萬 然後我通知你獲利下車 你就獲利下車 然後再等待下一次機會 你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機會 每一次都抓到 穩穩的抓住 而且你每一次都拉回之後 去穩穩的去出手承接 你 你真的要在股市 重新來過 賺到錢 就是你只能這樣做 沒有第二個做法 你相信我 所以我鼓勵各位 你不要說老師我錢很多 我要怎麼樣 我拜託各位 一兩百萬資金就一檔就好 你不要買多 我不知道很多投顧為什麼 一定要要求客戶 你兩百萬資金 一百萬資金 我們要把它分成五等份好不好 我們把它分成幾等份好不好 我不覺得好 為什麼好 我資金兩百萬為什麼一定要分成五等份 為什麼 請你解釋 你跟我講 你的操盤邏輯是什麼 為什麼要分成五等份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做 你們都沒有問過這些 你們過去參加的分析師 團隊 帶你做股票 跟你說我們把資金分成三到五等份 那你有沒有問過說為什麼要分三到五等份 你們有沒有問過這樣的問題 你們從來不問 他叫你怎麼做就怎麼做 最後呢就是滿手股票 股票一堆嘛 因為一開始你認同嘛 他叫你把資金分成三到五等份 你認同嘛 所以他在你買的三檔 五檔 六檔 七檔 你都接受 因為你沒話講 你接受他 他叫你這樣做 在我這裡 我節目中我先講 我這裡的操作 我節目中我直接先講 所以不會有什麼任何問題 你來了 你要預約買點 你要買股票 就一檔 做完了 我會再通知你 我帶你進 帶你獲利下車 所以你看 當時我獲利下車 去買的 然後才跟進去買加聯益的 如果你有類似得到這樣的通知的話 你看 差多少 我們這裡買 這裡出 200萬賺42萬 100萬也拿了20萬 你不出的話 你看 這裡出 好多人在這裡買 今天跑到這裡來 那今天跑到這裡來 我耳後可不可以再找機會買 我耳後可不可以再找機會買 買之後他又上去我又賺錢 那他又上去我又賺錢的獲利下車的時候 那這一群人現在套牢的人呢 可能在解套 我賺兩趟 你們還在等解套 甚至可能已經停損了 我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 股票操作 要有做法 你要有一定的 我講說 我不能說我們是這個市場最棒的 最什麼的 那種話我有時候 不太好意思講 但是我認為 功勞是我整個團隊 我們帶給我們的客戶 我沒有讓大家失望 好 然後呢 在那個奈米1 有沒有 漲停 題材故事 昨天我大概都有講了 今天我先不贅述了 時間有限 有沒有 拉回我們開始通知1234 第4天漲停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漲停 有沒有 是不是安全 拉回找機會買 是不是安全 而且又會賺錢 對不對 那你看他拉起來了 昨天創高了 你去追奈米1的人 我昨天做什麼動作 我昨天節目也跟你講了 我先解碼了 對不對 因為你先解碼了 所以在2天後 你的戶頭一刷簿子 哇錢 這一筆我賺到了 那個感受是很真實的 是 真的賺到 所以這叫真實獲利 那你 所以我說你今天來 你要來幹嘛 你要來是來真的賺錢嘛 對不對 來了 老師帶我買的股票 就是節目上那個股票 很棒 對不對 我們要的是這個東西嘛 有沒有我獲利減嘛 昨天節目都跟你講啦 對不對 今天賣奈米1 拉回休息的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發現 這樣做才對嘛 買點一定是拉回的 才會有買點嘛 買點就是他拉回之後才會有買點 上去的過程中是準備找機會 出場的 要入袋的 要真實獲利的 兩天後我刷布子 我布子前陣子增加 對不對 那老師帶我買股票 真的是節目上那個 跟節目上一模一樣 都是一樣的東西 這是我們要的東西嘛 你看5天 你花5天時間 這樣差47萬值不值得 給他5天他給你47萬這樣值不值得 資金少一點的話 100萬資金也有 賺多少 也賺了20幾萬 5天給你20幾萬的獲利 這種事況 換個想法 那是因為是這種事況 否則不值啊 你懂嗎 否則不值啊 那現在這種事況如果我可以 帶你做到這樣子 各位 所以我敢說什麼 所以我做節目我才敢邀請各位來做一件事情嘛 你來預約買一點嘛 前5個名額我還要親自通知啊 那你看現在大盤是不是在震盪拉回了 好啦 有很多股票啊 也修正嘛對不對 好 那請問一下怎麼辦 有話題的股票 在等你 那你不知道 我會跟你講 看你要不要買 有話題的標的 在等你 那 哪一檔 我會跟你講 看你要不要 如果你要的話呢 你待會一樣撥電話來預約 來預購 來預約買點 好不好 好來預約買點那買點到了拉回買點到了 我就帶你進 前5個名額我就帶你進 來不及前5個名額沒關係我們一樣會給你買 一樣會帶你進場 那這個上去呢 那我初步我是認為有機會到三成 那所以100萬就有基本30萬200萬就有機會60萬 這個話題辛寵額 不要放掉 你要來買的 一樣前5名額 我一樣給你承諾我親自通知 好不好 你要買這種拉回的 不是去追漲 然後不要買一堆就鎖定一檔就夠了 我們來電預購 好不好 你等一下趕快去撥電話 前5名我要親自通知 我們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鄭明君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改版囉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雜貼 頂著 拔撥 魚 雜貼 捲 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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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所以你可以发现做股票 就是你不能只会买 有时候其实从头到尾就这样 你不能只会买 然后都不会卖 那大部分人是连买都不太会 所以问题就会很多 股票不是你们眼睛所看到的报价 涨跟跌就这么简单 其实真的关键是在你要在哪里买 买哪一种 就是我讲的 你要在哪里买 然后买哪一种 买这一种 涨上去会有话题 有内容 有故事 有料 那就有机会增加买盘 让股价一路冲上去 那资金呢 我讲过的 这种标的其实我讲过 就一次一档 所以你一两百万都可以做 如果你资金五百万以上 基本上你说 老师我要分一下 那就可以了 五百万资金 老师我可能拿两百万来做一档 OK啊 可是大部分的人 他资金这两百万以内的 我是觉得说 你不要去分 分太细 分一定要资金 要分三到五等份 那个标的是确认的 你为什么还要分 对不对 我都已经跟你讲 就像这个题材啦 什么我都已经先跟你讲了 我都先给预告了 那买 买在哪里 买在拉回 你就买就对了 放心的去买 我都敢告诉你的 来预约买一点 就这一档 上去 所以你觉得在这种位置买 买有题材的 有故事的 对不对 有话题的 你资金还在分分分 那个就是 被很多投顾 交坏了 为什么要分 只有一个原因 对那个标的根本没有把握 我们觉得它会涨 那我们先拿两成资金来买买看 我觉得那个也会涨 那个技术现金很漂亮 我们来拿三成资金买买看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两成买 三成买 两成买 买来买去 三到五档就来了 所以所谓的三到五档 你有没有问过他们 为什么要分三到五档 我在这里 我做节目 我直接讲清楚的 所以你来我们这边之后 你不用问 你根本不用问那种问题 就一档 除非你资金够多 否则两百万以内 我节目都讲清楚了 你就一档就好 你根本不要问这种问题 我们不要去玩那个数字游戏 文字游戏 操作是很简单的 你只要来之后等买点 然后节目上一公开 真的 我有通知你 你也赚到了 对不对 你今天来是因为信任 信任时间 你要得到的是像节目中一样的标的 你才要来 你才愿意说 我信任 我来买买看 对不对 我拨个电话 我来问问看 是这样子 而不是说来了之后 节目所有的一切 你都没有 你能接受吗 先进光 什么话题 当初我都跟你讲了 我都不要再赘述了 所以我带你买任何一档标的 绝对有内容 绝对有话题 你看 是不是拉回 拉回再去买 拉回我通知你去买 12345 5天 5天200万可以拿50万 再供涨停 各位 1234567 7天200万拿65万 我说我请你获利下车 你愿不愿意获利下车 难道这样做 有错吗 这里获利下车 有没有错 对不对 有错吗 没有错 有一堆人在看节目 他们当时也就得到通知 对不对 那我亲自通知的前五名 也是一样先进光 那我有请他们获利下车 难道有错吗 很多人现在在看节目 先进光 我请你获利下车 有没有错 没有错吧 你去刷布置 真的赚到一笔钱 对不对 真的赚到 我节目中所讲 是不是你拿到 你真的有拿到 对啊 你来之后 你得到是不是 节目中的股票 是啊 所以在我这边 我没有什么磨灵两可 没有什么游 就是不要玩数字游戏 文字游戏 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对不对 你来之后就把一切 把最简单的方式 等买点 等通知 通知到了 你赶快出手 然后呢 等我通知 就可以获利下车 那就钱都拿到 两天后一刷布置 哇 真的钱进来了 那节目中讲的东西 你真的有拿到 对不对 我们只是要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看郁金光 有没有 工涨停 29号 194块 这一天最低买进 10月29号 买进 节目中我贴起来 有没有 我都跟你预告的 我有买股票 129这一天破底 我买进 过一天 过两天 第四天 拉涨停 是不是拉回很久的股票 我终于出手 这边 做到哪 硬到哪 我获利减码 获利出场 有没有 做到哪 硬到哪 在这里 12345 5天获利下车 这样多少 10张就够了 只要买10张 44万 5天买10张 44万 所谓的10张 是我亲自通知 5个人里面 其中有一个人 他就买10张 我以他为例 还有人买比较多的 我就不要讲 我不要玩数据游戏 我不跟你玩数据游戏 他就买10张 就赚44万 5天 我给他这样的东西 拉回买 拉上去获利下车 因为你有买 买的又安全 上去又获利 我觉得这是最简单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那有话题 新宠额 有标题在等你 拉回我会带你买 想要买的 赶快拨电话 前五个名额 我要亲自通知各位 赶快拨电话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